2025年6月22日 6架B-2隐形轰炸机飞临伊朗上空 直指福尔多地下核设施 几个小时后 12枚巨型钻地弹被精准投下 目标是撼动伊朗这座埋藏于地底90米的坚固堡垒 以色列无法突破的最强之盾 美国试图用最强之锚钻地弹尝试突破 那么钻地弹有什么黑科技能深入地下百米 它能击穿福尔多地下掩体吗 首先不少人可能会认为 钻地弹是不是长这个样子呢 通过钻头挖入地下 其实不然 这次美国投下的型号为GBU-57的钻地弹 其实长这个样子 看起来似乎平平无奇 它的弹体长约6.2米 直径接近80厘米 总重量达到13600公斤 其中战斗部可以装载大约2400公斤的高爆栽药 因此从外形上看 GBU-57钻地弹并不是依靠什么异想天开的武器科技 它的威力来源于极高的动能和坚固的外壳设计 可以说是一种大力出奇迹 重见无风的概念 钻地弹的核心科技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智能化隐性控制系统 为了确保钻地弹在猛烈撞击地面时不会提前爆炸 设计者采用了一整套高度复杂而严密的智能化隐性系统 它不像普通炸药那样在撞击的瞬间就会引爆 而是通过内置的惯性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 感知弹体进入地底后的穿透深度 再根据预测的条件 只有检测到炸弹穿透到机灵位置后 才会引发毁灭性的爆炸 确保能击中地下目标的核心 若系统检测到命中角度偏差或者目标材料不符 隐性还能自动的取消爆炸 避免误伤非目标的结构 二、多重的保险机制 专地弹配备了多重保险机制 类似于手枪的保险酸 但更加复杂 物理和电子保险系统共同作用 确保炸弹在特定条件达成之前无法引爆 例如必须检测到特定的压强深度的组合 隐性才会进入武装的状态 即使撞击地面也必须经过内部延时程序 与惯性触发器的双重确认才允许引爆 这大幅降低了因误操作或撞击异常导致的提前爆炸 三、高强度的结构 为了在高速冲击中保持结构完整 专地弹的弹体通常采用高强度的合金 如圣炭钢或者钛合金打造 它不仅要承受高达几千倍重力加速度的冲击 还要保护内部复杂的电子系统和战斗部不被震坏 因此弹体内部往往加入弹性支撑 缓冲材料等减震的结构 同时关键的部件如隐性、电容、电池等 也都经过了特殊的抗震设计 以确保在高速穿透过程中仍能正常的工作 如果说专地弹是最强之锚 那么核瘦师的防护就可以说是最强之盾 最强之锚能够击穿最强之盾吗 伊朗的地下核瘦师在玄子和各罩上面 展现出了高度的防御思维 其核线的目标是抗击外部空袭 位于扎格罗斯山中的福尔多核瘦师 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该基地被深埋于大约80到100米厚的岩层之下 伊朗普遍采用了多层式多材料的复合加固结构 首先是天然岩体的保护作用 大多数重要设施直接建在山体内部 利用花钢岩石灰岩等坚硬的岩石 构成天然的碉堡作为基础屏障 在此基础上 工程师又包裹数米厚的钢强度钢筋混凝土 具备优秀的抗击穿和抗震能力 部分重点区域还采用了多层的隔阵技术 为了应对爆炸冲击波和穿透路径的预测 内部空间也被设计成多个错层结构 各个区域通过加固门隔离 一旦一处遭到袭击 也难以引发连锁的效应 核心区域则设置有抗爆门 高强金属屏障和吸能结构 削落钻地弹爆炸时所产生的冲击波和破片效应 从当前的对抗格局来看 GBU57在穿透力上虽然是世界一流水平 但依然不一定能够击穿福尔多地下掩体 它在理想条件下可以击穿60米混泥土或者80米以上的硬质研程 然而面对埋藏深度超过80米 并嵌入于山体和多重结构防护的核设施 即便是GBU57这样的地堡杀手 也未必能一次性摧毁其核心的系统 因此呢 这也大概是为何美国要投下12枚宝贵的专地弹进行饱和式打击的原因 据报道 美国拥有的GBU57数目总共也就是20到30枚 这一下子就投入了一半的库存 可见美国打击伊朗决心之强 当然当战争陷入到你死我活的境地 是否有人考虑到那些潜在的可能延续百年的风险 由于专地弹的主要目标往往是正在运行的 具备又浓缩能力的地下核设施 这类设施内部通常存有大量的浓缩用 蓝牙爆 放射性副产品 以及复杂的化学分离设备 一旦专地弹成功穿透到设施核心区域 并引爆了高能战斗部 密封的容器的破裂 可能导致大量放射性的粉尘和液体的溢出 地下结构的喷搭则可能破坏屏障层 使污染扩散至周边的土壤和严惩 更严重的是呢 这些放射性物质极有可能渗入地下水系统 造成长时间不可逆的污染 这类由常规武器引发的放射性扩散 在学术界被视为脏弹效应的一种变体 虽然不涉及核裂变反应 但其环境破坏力足以构成一层区域性的核灾难 一旦放射性污染从伊朗核设施中泄出 不仅可能危及伊朗本土的生态与公共健康 还可能通过地下水系统外泄至邻国 引发区域饮用水危机与生态的争端 因此呢 从核污染角度来看 专地弹对地下核设施的攻击 绝非单一的军事破坏 其带来的可能是一场难以预料 难以控制的环境灾难 一个隐藏的地下板浮导核电站 而这种灾难一旦发生 难以实施事后的治理 反而容易被忽视或者掩盖 不过呢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即使发生这样的事故 百年之后又有谁在乎呢 好了 这也是路易斯科技满聊 我们下期再见